接下来如果我们要计分 或者有一些数字要运算 我们就会用到资料这边 资料这边我们就会需要做一个变数 变数一旦你命名之后 它就会产生一个框框在这里 然后会显示变数的内容 那一开始我们都会习惯有一个预设值 这个叫做程式一开始的initio 预设值预设的分数是多少 那当然不一定要是零 你是好老师一开始就给一万分 也可以 那你只要放在任何一个一开始的地方 就可以了 放在这边或这边都可以 或是我个人习惯 我不会放在角色身上 我会放在舞台身上 我会把它放在舞台身上 舞台也是可以有层次的 但是舞台不能有动作积木 你看 舞台本身没有动作 因为舞台不会动 舞台不会动 所以他只能做其他的事 他不能做动作 所以有小朋友说 老师我的舞台 我的动作积木怎么都没有 因为他点到舞台 常常发生这个事件 好 所以你如果看到他有积木不见了 你就检查他是不是点到舞台 好 所以我把预设的分数放在舞台上面 然后呢 我要在碰撞的地方做加分的动作 那碰撞在这里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就在这里 直接做 将变数的值改变多少 这个就是加分 那减分你就打负的 好 如果碰撞 我就直接加1 所以如果我碰到刘德华 我就把碰撞的次数加1 这样这个数字到时候就会改变 那当然 如果你习惯把分数放在舞台也可以 那我就用广播 这边就有碰撞事件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广播的方式 我只要接收到广播 我就把碰撞事件的广播 我就把分数加1 这样子也可以 所以看你要放在哪里 这个自己要决定一下 所以当你程式执行 但是你会发现 因为你碰到的过程中 可能经过1.3秒 1.3秒他就跑了几次了 因为他执行非常的快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加一个等待时间 等下一次侦测 你加了1之后 加了1之后就要让他去等待 但是加在这里就没有用 因为他会再次呼叫 所以我们在侦测这边 在小猫侦测的地方 如果你要最简单的方式 等待时间就加在这里 就是一旦他广播了碰撞之后 我下一次要在侦测之前 我让他等待一下 秒数你自己去判断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但这种方式其实不是很好 因为你不知道 他黏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 有时候可能会黏很久 那你这个方式 他就会又产生一次 不过至少 最刚开始这样子 他就不会增加的那么夸张 只要在一百分之内 一步道有离开 增加一次 那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碰到 然后再来没碰到 就是碰到再没碰到 才算一次 这样就是离开的时候算 如果是没碰到 再来碰到 然后才加1 那就是刚碰到的那一场 那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 所以你就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计分 变速就可以拿来做计分 然后这个侦测的部分 如果你不需要它 很短的时间一直产生 你可以加一个等待时间